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伊朗总统莱希的直升机在东亚塞拜然省坠毁 救援工作因天气恶劣而受阻 详细情况仍在调查中 接着,我们来看看澳洲的情况 尽管联邦预算节省了不少开支 但这反映了该国低迷的生育率和育儿困难重重的现实 最后,北西部地区的零食住所问题日益严重 许多孩子不得不在梅郡环境中成长 这让家长们忧心忡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El Jazeera报道 全球目光聚焦 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乔尔法附近的偏远地区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希的直升机在这一地区坠毁 紧急救援队伍正在全力搜寻 莱希刚刚从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 共同主持的一个合作水坝项目返回途中 突遇意外 起初,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关于总统车队中 一架直升机坠毁的消息 随后被当地媒体迅速报道 最初由国家相关的梅尔新闻网站发布的报告称 由于天气恶劣 莱希选择乘车前往大不理事 因此它是安全的 然而这一消息随后被撤下 国家电视台确认失踪的直升机上 确实在有莱希及其他官员 电视台称直升机进行了硬着陆 与莱希同行的 有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 阿卜杜拉西安 东阿塞拜疆省省省长马利克 拉赫马地和伊朗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在东阿塞拜疆的代表阿亚图拉 穆罕默德·阿里·阿莱·哈谢姆 据报道 总统车队中的另外两架直升机安全返回大不理事 分别在有能源部长阿里·阿克巴尔 梅赫拉比安和住房与交通部长梅赫达德·巴兹尔帕什 救援队伍正努力抵达坠机现场 尽管恶劣的天气条件 包括大雨 浓雾和一些风 严重阻碍了救援工作 阿尔纳新闻社称该地区是一片难以进入的森林 在确认总统直升机失踪的消息后 呼吁伊朗民众维莱西及随行人员的安全祈祷 目前政府尚未发布太多声明 许多细节仍不明确 尚未确认再有莱西及其随行人员的直升机类型 可能是军用直升机或红心乐会的飞机 由于制裁和财政限制 伊朗在购买零部件和维护上面临挑战 副总统穆罕默德·默克贝尔将在莱西缺席 或康复期间代理职务 自2007年以来 默克贝尔一直负责监督执行哈梅内伊命令的 受托人委员会拥有国际法博士学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联邦预算中的储蓄 通常是好消息 但这次却反映出一个深层次 且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联邦预算文件中 隐藏着一个节省了近5亿澳元的数字 但几乎没有人谈论它 在政府支出失控的指责声中 有一项付款反而在下降 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消息 因为它反映了 我们国家即将面临的人口危机 这个付款是代新育儿价 PPL 根据联邦预算文件 预计在2024-25年减少9210万澳元 2023-24-2027-28年间减少5.213亿澳元 预算文件称 减少主要是由于预期受益人数减少 反映出生率低于预期 通常预算压力减少时 我们会松一口气 但这次反映的问题更深更令人担忧 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 在预算前的采访中提到 如果出生率更高会更好 澳大利亚人正在生育更少的孩子 PPL费用的修订在整个计划中相对较小 特别是政府在未来预算中 对PPL的投资随着计划 扩展到26周而增加 然而 政府在2024至25年的预算中 相对于MyFO降低了其生育假设 因为2022至23年的实际生育率低于预期 财政部表示 自COVID-19爆发以来 总生育率波动增加 财政部长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 媒体头条暗示 他在告诉我们去生孩子 有些人认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 实际上 他的评论比这更复杂 但我们辩论中的细微差别也在减少 他的语言和预算中没有比得 科斯特洛氏的婴儿奖金 一个给妈妈 一个给爸爸 一个给国家 但是 政府非常清楚 家庭面临的压力 财政部长喜欢说 家庭在压力下 如果这种压力不减轻 许多人将难以生育 如果你不相信我 随便调查一个育龄女性 你很快就会明白 即使没有孩子 也很难前进 澳大利亚目前的出生率是1.6 远低于每名妇女2.1以上的更替率 为了让人口增长 国家需要家庭生育超过两个孩子 以替代其父母 并考虑婴儿死亡率 将这些数字 与辩论中的混合信息对比 混乱的信息变得相当明显 我们在短期和长期内 需要更多人 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容纳移民 以及如何让澳大利亚人认为 生育更多孩子是值得的 预算中出生人数的预测略有增加 原因是预期移民增加 也就是说移民在帮助解决我们的生育问题 在关于我们让多少移民进入国家 以及他们住在我们多少房屋的两极分化辩论中 一个关于我们是否想要一个大澳大利亚的辩论 我们以前进行过 并将一遍又一遍地进行 根据我们自己的数字 如果没有移民的帮助 我们正在萎缩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口学家和高级讲师 利兹艾伦博士告诉ABC 澳大利亚像大多数国家一样 面临重大的人口挑战 人口老龄化且寿命更长 无法通过出生来替代 必须有所改变 但不是女性 我们已经做的够多了 我们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她说 生育孩子的障碍现在难以克服 住房负担能力 性别不平等 经济不安全和气候变化 导致未来不稳定和不确定 年轻澳大利亚人承受着国家未来的负担 而这个负担实在太重 年轻澳大利亚人看到代际协议崩溃 由于过去政治的失败 他们被剥夺了未来 澳大利亚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没有明天的确定性 她认为 从人口学角度来看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于 它不足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 简单来说 本地澳大利亚人口无法满足国家的经济需求 这可能会导致生活水平倒退 她说 移民有助于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关于移民的辩论 这让我想到了关于移民数量的争论 在短期内 我们容纳新移民的能力无疑是一个实际问题 即使储备银行行长也表示移民给住房市场带来了压力 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不舒服的事实是 没有移民 我们将陷入衰退 没有外国学生 我们依赖的许多低薪工人 例如送货员和必胜客员工将消失 在周四的预算回复中 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提议将澳大利亚的永久移民计划 从18万5千人减少到14万人 为期两年或减少25% 然后 永久移民人数将在第三年增加到15万人 第四年增加到16万人 由于许多已经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 反对党的政策将永久移民减少25%可能最终对境海外移民产生的影响很小 但达顿还表示 如果联盟政府当选 他将引入两年禁止外国人购买现有房屋 减少国际学生数量 并将海外净移民从26万人减少到16万人 他提出的看似简单 毫不费力的解决方案 他说这将在未来五年内释放超过10万套住房 这个数字备受争议 但其政治效力部分在于他容易理解 而这正是反对党领袖的策略 整个回归基础计划 也是为了传达一些简单易懂的信息 现在 工党的任务是 证明它可能太好 以致不真实 艾伦博士说 削减永久移民计划 不会对境海外移民人数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 即使永久人数减少 澳大利亚仍将继续看到最近的历史平均移民水平 大多数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已经在国内 减少移民计划的结果是增加临时性 增加的临时性有可能侵蚀社会凝聚力 他说 所以准备好迎接关于移民的激烈辩论吧 同时我们将房间里的大象推到一边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 女性和家庭发现生育孩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BBC报道了一位名叫Sylvie V. Sonnen的母亲 她带着六个孩子逃离了虐待关系后 不得不住在曼彻斯特大区奥尔德姆的一个发霉的临时住所里 她原本被告知只需在此住六个月 但现在却被告知可能要住十年 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 西北地区住在临时住所的儿童数量在一年内增加了22% 目前有9,170名儿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其中超过70%在大曼彻斯特地区 V. Sonnen描述了 她的家中强制剥落 天花板损坏和霉菌滋生的情况 她无法对房子进行任何改善 这让她心碎 她5岁的孩子每天都在准备搬家 渴望有一个永久的家 Shared Health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Lauren Nielsen表示 她从未见过对临时住所如此高的需求 并指出这些住所中存在严重的潮湿 霉菌 老鼠和蟑螂问题 无家可归对儿童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包括学业 中断和心理问题 Odom 市议会表示理解住房危机的紧迫性 并承诺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大曼彻斯特市长Andy Birnam承诺 在2028年前建造1万个社会住房 以减少对临时住所的依赖 政府则表示正在提供12亿英镑 帮助地方政府支持需要帮助的人 并计划增加更多的社会住房 Yahoo US 报道 本周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有所下降 根据房地美的数据 30年期固定利率下降了7个基点 15年期固定利率下降了10个基点 尽管这些降幅相对较小 但在连续几周上涨之后 利率连续两周下降仍然令人欣慰 尽管利率仍然相对较高 但与6个月前相比 现在的30年期利率低了42个基点 15年期利率低了48个基点 接近7% 因此尽管按历史标准来看利率仍然偏高 但如果你在去年11月中旬买房 现在的利率还是较低的 当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时 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然而根据CME FedWatch工具 有约91%的概率美联储 将在6月会议上保持利率不变 如果你准备很快买房 你可以开始找房子了 但如果你不着急 可以等到2024年晚些时候 届时利率可能会更低 根据房地美的数据 全国平均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 7.02% 低于上周的7.09% 1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也有所下降 目前为6.28% 低于上周的6.38% 30年期抵押贷款是最受欢迎的类型 因为将还款期限分摊到360个月内 月供相对较低 如果你有一笔30万美元 期限为30年 利率为7.02%的抵押贷款 你的月供将约为2000美元 贷款期间支付的利息将达到419,978美元 另外还有30万美元的本金 15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较低 这在长期来看是有利的 因为你会在15年内还清贷款 而这15年内的利息不会再累积 然而 由于还款时间缩短一半 你的月供会更高 如果你有相同的30万美元贷款 但期限为15年 利率为6.28% 你的月供将增加到2577美元 但总利息支付将仅为163892美元 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 在特定时间内锁定 然后定期增加或减少 比如5ERM的利率在前五年保持不变 然后每年调整一次 可调利率通常其实较低 但你需要承担锁定期结束后 利率上升的风险 如果你计划在利率锁定期结束前卖掉房子 这种贷款可能适合你 因为你可以享受较低的利率 而不必担心后期的上涨 为了获得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贷款机构通常会给那些首付较高 信用评分优异 债务收入比低的人提供最低利率 因此 如果你想要更低的利率 可以尝试多存些钱 提高信用评分 或在开始找房子前 还清一些债务 你也可以通过支付折扣点 在结算时永久降低利率 临时利率买断也是一种选择 比如你可以获得7%的利率 但通过2-1买断 第一年利率为5% 第二年为6% 然后再剩余期限内定为7% 在决定是否进行买断之前 考虑一下这些买断是否值得支付额外的结算费用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在4月份报告称 从2021年到2023年支付折扣点的购房者数量大幅增加 尤其是信用评分较低的人 问问自己是否会在房子里住足够长的时间 以便用较低利率节省的金额抵消买断利率的成本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